赵明福命案已经来到第十个年头 真相依然是个谜 赵家今天如常在雪州市茅月牧原 为赵明福举行公祭仪式 并提出四大诉求 希望政府揪出真凶 还死者一个公道 行动党也承诺会与赵家同在 寻找赵明福离其死亡的答案 赵明福逝世十周年 赵家和往年一样 连同行动党领袖等大约200人 在今早八点半到四毛月 富贵山庄的赵明福坟前 举行公祭仪式 新闻多名政府部长和国州议员 也到场祭拜 仪式一开始 赵家先为明福献上贡品 然后点上一柱清香 赵妈妈张秀花跪在坟前 一直凝视儿子的遗照 全程不发一语 气氛十分哀伤 水州社卿团长王诗奇 念完继闻后 一行人集体默哀一分钟 接着变形三居公里 然后轮流上台献花 表达敬意 在完成公祭仪式之后 赵明福的妹妹赵丽兰 也对哥哥的死亡案件进展 发表言辞 不过她话并不长 只是对行动党领袖 说了一句话 今天的公祭 我只有一句话 别再支持说话 请行动 好像我第一次 强调的 我们不会放过凶手 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赵明福 赵丽兰割后 在记者会上抨击西蒙重启调查后 就对案件不闻不问 让赵家深感失望 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政府没有跟进警方和总警察署的工作 连调查压方向都不闻不问 导致案件一家被拖延 趁着赵明福逝世十周年 赵家今天也向政府提出四大诉求 还死者一个公道 家属要求政府设立一个由国中议员 及律师公会成员组成的特别监督小组 紧密更进警方和总检察署的调查进展 命向赵家汇报 家属也要求警方以刑事角度展开调查 还有要求调查涉案的五名反贪会官员 还原事发真相 最后就是呼吁西蒙遵守十年的承诺 把案件查各水落石出 赵家代表律师兰卡巴星表示 赵家已经和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会面 预料两个星期内 就会和全国警察总长 拿都斯里·阿都哈密见面 了解案件进展 巴都空间邓穗金 世毛月报道